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无色觉醒》 我们追求过好日子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赖岳谦 台湾的选战打得如火如荼 那当然这个选战 有的是党内之间的选战 有的是候选人之间的选战 但是也有人在做毕山关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 有一些一组人 他们在争相的开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药方 另外有一些人 他什么药方也没开 然后他只在等待的天亮下雨 然后出兵 他什么意见也没有 他什么事也都没做 还有一组彼此之间的恶斗 厮杀到完全没有章法 我们看到台湾的选举乱成这个样子 台湾的民众苦不堪言 我们最大的问题还是在经济 就像克林顿所说的 笨蛋 问题就在牛肉 牛肉 经济 菜单 才是我们最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很遗憾的 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几位 相当有可能脱颖而出的 主要的候选人 他们开出明确的菜单 韩国瑜提出一个主张 说如果他当选总统 他要到高雄在南部上班 这样的一个药方知识体大 要在三世 因为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要负责国家的安全 他要负责防卫 他要负责外交 甚至他也要负责内政 也要负责经济 他要同管的事情实在是很多 虽然台湾头到台湾尾 就四百五十公里左右 有高铁可以走 可是半夜高铁不太走的 如果今天国际间有一个 非常巨大的油价的波动 台湾是晚上 可是当地也可能是白天 那油价的很大的波动 该怎么解决 例如说2008年的金融危机 一旦突然间爆发 欧美是白天 台湾是午夜 该怎么解决 例如说 来了一场大风雨 这场大风雨 造成了很多地方的摊坊 或者是来了一场大地震 那么像921大地震 我们列成两半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通常总统要召集行政院院长 还有相关的部会首长 紧急的开会 而这些部会的首长都住在台北 总统在高雄 怎么着急 我们可以说可以打电话 当面谈总比打电话还要方便 何况有可能通讯也会发生一些中断 那么联系之间也会产生困扰 所以总统要把他的办公室 迁到南部区上班 他的维安的部分 决策的系统的部分 问题很大 需要再三的考量 如果我们觉得南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 那未来四年的施政里面 可以把重点放在南部 放在中部的七个县市 把它整合起来 成为区块间的发展 南部以高雄为核心 高雄 台南 屏东 嘉义 作为一个核心区来发展 台中以台中市作为核心 那么连结云林 彰化 南投 苗栗 等把它连结成为一个发展区 那么可以用区块来发展 这个都是可以做的 但是不一定要到高雄去上班 郭台铭提出他当选总统以后 要推内阁制 台湾已经习惯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 内阁制 总统不可能直接选举 总统一定要间接选举 也就是总统成为虚位的元首 那今天台湾的民众 那么要从原来直接选总统 变成不再选总统 只选立法委员 再由立法院的政党的 最大党的党魁 来当首相当总理 那总统变成虚位的没有实权 因为他不是直接选举 所以他不用到议会去接受咨询 而我们只选议员 再由政党的党魁 里面来当这样的一个内阁的总理 台湾的宪政体制的修改的幅度 可谓不小 一旦你要改为内阁制 内阁的权力就是立法行政就合一了 立法行政合一 司法另外 那你的监察系统就可以废掉 考试系统也可以废掉 这么大的限改工程 台湾现在有哪个政党 能够独领三分之二呢 所以你必须要跟其他的政党合作 那每个政党有不同的盘算 所以这是台湾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吗 我们现在急切需要解决的 难道不是经济问题吗 还有一个人说 我目前的做法 我什么都没主张 我也没有意见 我就等待着天亮 我等着下雨 然后我准备出兵 你的目的在哪里 你出兵的目的在哪里 为你自己磨得官位 为你自己磨得大位 然后呢 那台湾的现在 台湾的未来该怎么办 台北都已经看不到未来了 那台湾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没有方案 没有要方 没有预测 没有设计 什么都没有 只等待天亮 等待下雨 然后出兵 这个是选总统的格局吗 还有一个 只在吵着手机要不要纳入民调 手机要不要纳入民调 蔡英文主张 那辛德反对 那辛德说 他最担心的就是民进党党内的初选制度遥遥无期 可能初选再也不会举行 那么一直到总统选举完毕 那这个成何体统 民进党现在当家执政 台湾的经济到底要怎么搞 还有一年呢 到明年5月20号你才卸任呢 那这段时间内我们怎么办 中美的贸易目前来讲继续在推动 台湾现在的经济的困境 到底要怎么去因应 台湾现在的年轻人 他的出路 他的未来 现在是5月了 6月又进入毕业季了 我们几十万的大学毕业生 要投入职场 他的未来在哪里 我们的新的职业在哪里 到底该怎么走 拜托 这些最有可能当选总统的候选人们 为我们的年轻人 为台湾的未来 多想一些实际上的事吧 笨蛋 经济才是主要的问题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五十大月签 我在无测觉醒